我有办法能救小青天 什么办法 怎么办 说 快说 逆天而行 妖界可以有一个山洞 叫坟天洞 坟天洞乃妖族禁定 你问他干嘛 坟天洞 祸菩提 老夫自知顿时久矣 能为族人所作之事甚少 唯有战神可召唤此物 卓妖族渡过难关 坟天洞里有一物名为火菩提 是上古神物 可以缓解石化病的疼痛 说得有鼻子有眼的 坟天洞 我小时候听说过 那可是禁地 无人能去 我没听说过火菩提 水菩提 什么坟天洞 坟提洞的 谁知道你是不是编了个理由 恐骗我 小青青的病情不能再耽搁了 这样吧 先把小蜻蜓带到白菜那儿 让白菜替他缓解病痛 我现在马上去去火菩提 不可能 你先把白女医请出来 我不可能让你把我女儿带走 不知道你跟逆蜓而行 有什么心思 我以大元帅的名义向你保证 小蜻蜓在我们这里 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你和你的大军可以驻扎在此 若阿狗取不回火菩提 或小蜻蜓在我们这里 受到任何伤害 你的大军片刻就可攻法 我逆天而行 随时恭候 我今日是我的枪权 对手的弱点 往往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 阿口 有货 借下最少给你了 空手而归 不是我的风格 阿口 五更 你很了不起 竟然掌握了无色界神力 逆天而行 妖族有你这样一位大元帅 何其幸在 不死鸟 难道你刚刚 我刚刚是在对你们施以考验 能领导反神大军直指神王之人 必然要盖世神勇 我在你们两人身上都看到了 更为难得的是 你二人彼此性命相托 不离不弃 这将成为未来共同作战中 最为珍贵的品质 就如同当年的我与新王 火菩提 故人之子到来 唤醒了我的神时 惊魂才得以御火重生 这颗火菩提 也是随我涅槃所生之物 现将它赠予你五更 现在能想到唯一的办法 就是将火菩提 扔向浙罗山火山口 然后再将浙罗山火山口 输送力量 希望能够将火菩提的全部神力 通过矿卖传递出去 这样一来 所有的石化者 都会得到救治 不分你我 这是我现在能够想到唯一的办法 可是普通妖族无法使用火菩提 除五更之外 这件事有谁能做 谁又能获得火菩提认可 火菩提是我与五更一起取得的 我一定也能 如果你真的可以 会消耗掉你所有的药力 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 等到火菩提身里 全部释放出的那一颗 也会是你的死亡之事 勿无多情 如果我有不测 就由你率领妖族 与阿狗结盟 共同对抗神族 现在是妖结子民 生死存亡之事 只要能够结得了妖结之魁 即使让我付出性命 也再算不幸 大元帅 严而无信可不是君子的作为 我何来言而无信 你忘了 我们的七日之约还没有结束 七日之内 我们都要对对方坦诚相待 你这样做的话 那我如何考察 你为我妖族取来火菩提 以示大意 如今 又要抢我妖族首领的责任 妖族 在我的眼中 跟新国的子民 并没有任何的不同 既然我有心要与你结盟 那为妖族百姓做事 也是我心中的决定 阿狗 今日之事 我应付全部责任 是我对属下管教不严 如果你真的有结盟的心 就不应该纵容你的手下 猜忌 伤害我的朋友 妖族和神族之间 横更的是 整整十万年的血海深仇 神族杀我族人 使我族人 被迫住在地底 无论男女老幼 皆染上石化病 一时间 想让他们忘记记忆中的痛苦 谈何容易 造成妖族痛苦的是黑龙 跟神隐族 跟阿兰有什么关系 我知道 你一心想着妖族 这没有错 但三界之中 何止妖族一族 我要跟你结盟 是为了天下所有被压迫的人 结盟最重要的就是信任 你这样的话 还谈什么同仇 共丹 和杀敌呢 阿狗 你对我族的大案 我铭记于心 相信我 我妖族 逆天而行的道 只杀黑龙 绝不会伤害朋友 大元帅 想要斩杀黑龙 我们的结盟 必须没有隐患 必须要对黑龙 一击必杀 单凭我们的力量 根本不够 我们需要的是妖族 神隐族 人族 还有天下所有被压迫的人 集结起来的力量 你明白吗 那我问你 神隐族 就会全然信任我妖族吗 大元帅 既然我来到这里 跟你商讨对抗黑龙 攻打神域的事情 那我就有足够的信心 可以说服神隐族 放下任何的偏见 与妖族结盟 如果你真的有结盟的心 就应该有此决心 好 阿狗 为了对抗黑龙 为了我的族人 我向你保证 今日之事 再也不会有了 好 那我这次相信你 妖族的未来何去何从 应当由你这个大元帅 来做一个抉择 此花就种在神域花园的隐秘处 我也是费了些周折才找到 便随手摘了一朵来 只用了几枝椒花 就压得妖族十万年抬不起头 又将妖族兄弟一死一伤 不愧是神眼大张了 哼 手段够阴堵的 只是 这么好的东西 不无尽其用 可惜 大祭师的意思是 武庚去妖界已有数日 正所谓 澈尾相投 党同法义 妖界恐怕因我师叔大义 一生变量 区区几只弟弟爬虫也胆敢登天 我倒要让他们知道知道 什么是不自量力 痴心妄想 让我看看 是哪个姓女儿啊 老赖头 老赖头 谁啊 谁叫我 自然是叫你啊 整个妖界 谁不知道你老赖头的名号啊 不知美人 找我 有何贵干啊 我看你也是大才知相 怎么落得这般光景 我这不是投胎 劝错地方了吗 劝这么一个鬼地方 要不是有这石头温哪 老子高低 也是一代枭雄啊 那有何难 我认识此花 这是护身符上的黎明之花 谁让我吸采呢 这花 就送予你了 啊 谢神女 谢神女 既然神女有好生之德 那我就不客气了 你为何要打我呀 上不了台面的东西 我送你支下蛋鸡 你却想不喝汤啊 这花要这样吃了 就什么都没有了 但若是将它栽入土壤 开枝散叶 想要多少 便有多少 到时候 妖族性命全信你一个人 别说是一代枭雄 就是妖族大元帅 也是做得的 谢神女之地 现在 封印解除 攻上神域的日子 指日可待 我们的目标又相同 所谓 巨沙成塔 积水成渊 反神的道路上 每一个人的力量 都值得被真实 阿狗 我作为妖族大元帅 向你承诺 我们妖族 是你最忠诚的同伴 和战友 只凭我们的力量 仍然不够 想要获得真正的胜利 我们必须团结一切 可以团结的力量 你说的 可是神隐族 你知道 从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朋友开始 我就知他是神族 他们都是曾经惨遭黑龙迫害的人 和我们一样 都对神域有着仇恨 神隐族 虽说从神域叛逃 但终究是神族 要与之合作 无论是从大意上 还是情感上 都是我族 不能接受的 但他们对我来说 是最忠诚的伙伴和战友 阿狗 对不起 我作为妖族大元帅 必须要考虑我族人的情绪 这事关占据 关于你的朋友 我不会透露他任何身份 生生不灭的愿景 为了我们的未来 可以拥有自由和光明 我们必须齐心协力 将信任留给身边的伙伴 用拳头 痛击我们的敌人 所以我阿狗 愿意为了反抗神族 与各族结盟 不惧生死 等到他日 大忌成熟 我愿付出我的一切 包括我的生命 阿狗兄弟 做得好 老子服你 讨厌的 为抗神族 不惧生死 为抗神族 不惧生死 为抗神族 不惧生死 为抗神族 为抗神族 不惧生死 为抗神族 不惧生死 为抗神族 为抗神族 不惧生死 为抗神族 阿兰 你是神域的旧部 跟大家介绍一下 神域的情况吧 我们上下 你为抗神族 在这儿 把神族的 你为抗神族 不惧生死 不惧生死 你仲族 不惧生死 你为抗神族 不惧生死 所以现在的神族 就在山下的残骸中安静 还把那里命名为 神域 哦 感情那些神棍 住在一堆烂石头里啊 神域的周围 是一片辽阔的海岸 通往神域的海上大门 由海灵把守 他们把那里命名为 迷失藏海 通过迷失藏海 就到了神域的最外围 也就是神族最大规模战争的地方 海上遗迹 那里的岛屿众多 地形复杂 而且是百神众最佳防卫的地点 同个区域的 还有最臭名昭著的监狱 天涯海角 很多神族 因为违背黑龙的意志 被囚禁在那里 海上遗迹的后方 便是神域的广场 那里是最为关键的一道屏障 一旦突破 就可以攻上捷径山 还有天之墓 那个就是黑龙住的地方 看起来也没什么了不起 我们一口气打上黑龙的老巢 你以为他们会那么轻易 让我们如愿 神域有两大中枢机构 新月葵的祭师殿 神眼的圣贤殿 大家所知道的神域六部大神 就是来自祭师殿 圣贤殿有百神众 还有三大圣王 而他们的实力 都在神域六部大神之上 所以想要见到黑龙 必须先打败他们才行 进攻神域唯一的路线 就是海陆 回大阳帅士殿守 阿狗 积施 积施 积施无数 积施 好 那我最后再叫你一声大圆帅 既然你想死 就让你死个痛快 连天而行 你宁愿死在我的手里 也不愿死在战场上 你之前说的要带领妖族攻打神域 打败黑龙 不是吗 你最上挂着的希望哪 你继承的一致哪 说好了你我同心哪 大元帅 大元帅 我们要祖不能用大元帅 来请大元帅带领我们 与神族决一死战 快快 大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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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 我早已染上石化病 恐怕时日无多 石化病 谁染上石化病啊 我不仅向大家隐瞒了病情 还为了收拢更多力量 反抗神族 我利用神族的谣言 蛊惑人心 大伙都听见了啊 你可是承认了 就是 就是这样一个骗子 就是这样的 昨日 妖精 因长期受到我蒙蔽 让神族有机可乘 散播毒粉 险下害了全族人性命 照祖宗礼法 我逆天而行 应受鞭烙之行 对 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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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鞭烙之行 这鞭烙之行 乃妖族最严酷的刑罚之一 一套完整的鞭烙 虚行九九八十一遍方可行弊 可从古至今 还没有谁 能撑得住石变 就已经丧命了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已经失去了继续前行的力量和勇气 哥 你能不能告诉我 我该怎么办 血体无声 哥 你的宝刀终于练成了 经历九九八十一天的烈火焚烧 和无数次的萃取炼造 再将它的骨血打碎重铸 才能获得这样一把 绝世的宝刀 阿满 你记住 只有经历最痛苦的魔力 才能获得崭新的重生 而我们妖族 安将军 快给我讲讲 这到底都是怎么回事 当年你走后 我被周巧他们发现了行踪 我怕连累孩子 自己便开始动躲西藏 后来 城里面 怎么都找不到食物 我一连着好几天 没有吃过东西 在后来我知道 爱心们好像在食用一种 叫做永生之食的果子 这是什么呀 怪吓人呐 白夏姐姐 这件永生之食 小小的一颗吃下去 几天几夜都不会饿呢 是啊 白夏姐姐 我们这些年就快吃这个 才静静靠靠地活到现在 据说 那果子 是神域传来的 神域传来的东西 是的 永生之食 随处可见 我走投无路之际 实在是恶得野花西花 我就吃了一颗 可是一入口 我就觉得不对 我确实在路上 看到了许多奇奇怪怪的树 上面长了很多诡异的果子 难道 那就是永生之食 这是给白夏姐姐的 白夏姐姐你吃啊 这可好吃了 是啊 是啊 白夏姐姐 可好吃了 那果子 万万吃不到 那个果子 看起来就非常诡异 你没有再吃了吧 我是不再吃了 但那东西 实在是诡异 我停止服务后没多久 就觉得 浑身难受 脑海中始终有一个声音 让我继续吃 等我意识到的时候 身上已经长满了 殿下 诗语给的 绝不可能是好东西 怎么了 阿哥 我们回家你不高兴吗 我们回家 已经不再是我们的家了 还以为在白国的统治下 百姓们会活得很艰苦 现在看来 还不错 莱三 你发现了吗 这个地方 一个年轻力壮的人都没有 真的是这样 难道他们也被抓去矿场挖矿了 阿哥 你感受到了 有一股神秘的力量 笼罩了整个渡城 恐怕是神域的人正在坚持我 无妨 我可以用我的无色界神力 隔绝空时界神力的窥探 只要你们在我的身边 就不会有任何的危险 如果我不在 一定要小心行事 星月葵不会轻易来到人间 如今你打败了实行 神域六部没有你的对手 恐怕星月葵 会用更恶毒的方式来对付你 放心吧 我只怕他不来 无色界神力 五更 虽说你用无色界神力隔绝了我的空时界 但这三界之中 只有你和神王会使用无色界 你这不是欲盖弥彰 告诉我你就在王都吗 让开 驾 员 驾 驾 是谁在这里不开心啊 大哥哥 我会想你的 你可一定要记得回来 要回来看小蜻蜓 大哥哥 一定会回来看你的 小蜻蜓 这个是大哥哥 给你准备的礼物 以后 他会替大哥哥陪着你的 小翅膀 谢谢大哥哥 还有阿兰姐姐 白菜姐姐 我也舍不得 你们走 还有 你们要回来看我 放心吧 小蜻蜓 这里呢 也是我的家 你们都是我的家人 我一定会带着 阿兰姐姐 经常回来看你的 好不好 嗯 阿兰姐姐姐 这是妖界的传音精识 阿兰姐姐 我 我应该带着 我应该带着 你 神祖被痛击的那天 山高水远 一路平安 后会有期 今天石头跟阿德跟我说了很多永胜之食的事情 我就是担心孩子们吃了这么多年的果子 会不会 经历了这么多 就是觉得 以前的日子也没有那么难 虽然辛苦 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 可是 也不用提心吊胆 不用担心被利用 做个普普通通人挺好的 就是觉得 以前的日子啊 再也回不去了 怎么会回不去呢 就像你一样啊 再也变不回那个傻傻的阿狗了 原来 你喜欢以前的阿狗 胜过喜欢现在的我 这样吧 你跟我讲讲 以前的阿狗是什么样的 我来学一学 好了 别担心了 只要有我在 你在 笔记虫他们在 我们的家就在 可是 别想那么多了 我们 一定会平平安安的 你说的对 只要我们一条心 就不会有事情发生 阿狗 我今天跟石头 阿德还有孩子们说了 说你练会了神力 还打败了大神 还跟妖族结盟了 他们都觉得你真了不起 是吗 那你觉得呢 我觉得 也还不错 继续努力 还不是 我 你 这 还不是 就 你 你 那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临天花雨落窗 潇洒凝成一道伤 被谁无声探访 只是不敢对望 心中人在何方 眼前人不一样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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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高 阿高 你怎麼在這兒啊 阿高 阿高 你怎麼了 白菜 白菜 是我啊 白菜 你身邊的阿高 真的是你的阿高嗎 你是誰 為什麼來挑拨我跟阿高之間的關鍵 你若真覺得我是在胡說 又何以如此緊張呢 不要再胡說了 你快離開這裡好不好 離開這裡好不好 快走 走啊 走啊 阿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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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菜 你做噩夢了 阿高 我做了一個很可怕的夢 夢裡的阿高 他不是阿高 傻瓜 我怎麼可能不是我呢 阿高 阿高 你跟我說實話 你是不是從小跟我一起長他的那個人 是我啊 我就是你的阿高啊 我是個阿高 小兄 我什麼顏色 給你 你自己行 阿高 啊 他 lige會 我等著他 骨羹 好久不见 刚说到你 就出现了 之前 你不也带兵去到我的住处了吗 我也应该礼貌地回访一下 你当这是什么地方 这里 我再熟悉不过了 这里曾经是我的家 你的家 那都是过去的事 如今的王都 是我白国的天下 是吗 那怎么堂堂的白国王子 还对一个残废的大神 卑躬屈膝呢 在我看来 你不过是神族的一条狗 不对 周发是条狗 你还不够资格 你要做什么 在神族的眼里 你不过是卑微的奴隶 神族不会在意你的 做神族的奴隶有什么不好 起码在人界可以呼风唤雨 呼风唤雨 阿德 告诉他 如今白王周发 究竟是什么下场 白王被囚于牢中 已经不像活人了 不可能 周巧 你的练习术 造诣还算可以 放眼整个宫里 除了鬼木 没有任何人能来得住你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可以亲自去确认一下 来人 拿下 难道父母 真的如他们所说 很好 我原本还记得 武庚的五四界神力 此刻他不再白在身边 那就是我的机会 Sian 修一寸心地的痴 共一方不解的痴 胆起了空从的容马 卷尘埃 刻一行决心的字 不敢提及的名字 将阴阴的心口苍蝇 打逆不动 无认知 风 安抚着续语的相思 可是不能预约 明明中注定不该 你看天空下大雨将至 放不住即将冲进尘尘 我的阿狗 他虽然脑子不好 和他从来不会抱怨 只要有一口吃的 他就可以开心好久 可是 可是现在的阿狗 他变得游游游谋 变得顶天立立让人敬佩 都起来吧 他不再是我一个人的阿狗 那是因为武功和阿狗 根本就是两个人 不过又何妨 以前的阿狗 只是个傻子 一个傻子 又怎能比得了如今这位 令所有人都心生敬佩的少年英雄 这位阿狗 只是可怜的阿狗 是如何惨死 要有谁 会在乎呢 不 我怎么会忘记我的阿狗 他赔了我那么多岁月 他是我最重要的人 施展了一路的顿空术 丫头 累坏了吧 我的神缘已经将周围封锁 无论你怎么瞬移 也倒只是在周围打转 没想到吧 从一开始 我的目标就是你 我不知道 大几世为什么一直保着你 可是现在 武功用他的无色界神力 阻隔了大几世的观灵计 太可惜了 现在无论天上地下 没有人能救得了你 那你一会儿命丧黄泉 可别怪我 要怪 就怪你自己太蠢了 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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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功功 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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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功功 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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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功功 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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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功功 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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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功功 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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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功功 武功 武功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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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功功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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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功功功功功 武功功功功 武功功功功功 武功功功功功 武功功功功 武功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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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实力 满嘴狂妄之词 实力不过儿 现在 便让你们看到 抵抗神的代价 阿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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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到你 阿狗回事 白菜 别哭 没什么好哭的 这场战斗 还没到最后呢 阿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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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话 阿狗 阿狗 你不能死 阿狗 阿狗 谁说我会死了 我爱 阿狗 我还有很多事情 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 我们 不能放弃 不放弃 阿狗 不放弃 阿狗 白菜 别哭了 我只是 是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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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更 你的使命已经完成 就让本座 替你杀了黑龙吧 长老 这究竟是什么阵法 为什么注入了如此多的人力 却不见他有丝毫的反应 此乃尚古法阵 明曰封神 神缘经过此阵炼化之后 最终会变成结晶山的能量 繁补神域 如果要想启动封神阵 就必须要用神族的精血才可以 你二人作为此阵启动的神族精血 勉强合格 永远 我的时间要到你 一股古老的力量在复苏 是有人启动了结晶山的封印 尚古尽重 我 我 每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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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打开了寂静善的封印 想要打开封印 必须有上古静咒 控制金石智慧的力量才可以 难道 有上古旧神 一直隐藏在神域 要打紫园之路 不 我还有他们 我的兄弟们仍然存在 我的祖人们仍然存在 反抗神族的火种 就不会灭 隐藏 producer 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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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件事 要在我们兄弟手中 去完成 要在 我们手中 完成 扯 好 星火 只望着 相信着 仰望着 他们所承诺是平凡 最后生相凝结的脆弱 他们看守到了 这种不屈的意见 等了万万年 终于出现了 终于出现了 星火更值得交出 燃烧的自由 不死你 王 写队 就坐着 带领所有人打败压迫 拯救三界 她 是真正的战神 三界生灵 被神族奴役压迫十万年 今日 这一切就要结束了 白龙 这就是你看到的改变 人类 不平凡的人类 从死亡有果而来 黑龙 这一刀 承载着万千圣灵的力量 承载着世间生灵 繁衍生息的希望 今日 我代表世间生灵 向你讨压自由 如果推荐 你没有前例毁掉这个世界 这是你们的宿命 我们白龙既然已经死了 那你们凭什么还活着 每个人的命运都应该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从来都不是由你决定 中文字幕志愿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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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